哈喽宝贝们 今天来画这个日系透明感的日杂妆 我是看了那个七个羊就博主发了 我超级心动 我一定要来试试看 真的很喜欢 跟我之前妆容都不太一样 我跟你们讲 我最近疯狂大爆痘 就是我近两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了 超级痛的痘的都是 所以正好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面对这种痘应该怎么样遮瑕 选遮瑕力最强的产品就是遮瑕膏了 我这个是NARS的遮瑕膏 而且要选比自己肤色深一号的 它的遮瑕力是我用过最强的 我们先铺盖这一层打底 让肤色呢大概都均匀一下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对比 还是蛮明显的 第二步上粉底液 我用的是MAKE的定制无瑕 每次到这个满脸痘的时候 我就会用它 会给我底妆安全感 我是外油内干的混油皮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我不建议你用这个粉底液 第三步是茶缺补漏吧 痘印还是很明显的地方 再遮一下 咱们这个皮肤状态就是必须要定个妆了 不能总有这种自然光泽感 我用了这个是日本的晚安蜜粉 它这个粉超级细 而且还是玫瑰香味的 主要是我很喜欢它上脸之后 非常的轻薄就不厚重 是那种很自然的雾面感 我没有染头发就是纯黑发色 然后呢想让自己看上去 眉眼再温柔一些 用了这个棕色染美膏 这种小细节 你不要看它可能变化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是还是很影响整个氛围感的 就是眉眼间还是能看出一些区别的 像这种透明感比较强的 就不要把修容打很重 这个眼影是土豆泥质地的 OO加剂给我的 是一个冷性色 我选的我觉得蛮日杂的 这个眼妆我觉得重点就是 我会着重在下眼颜周围把它加深 就这个往下云染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所以要很下手 再沿着睫毛根部加深一下阴影 用的是棕色眼线 比微微上调化的比较细 就没有让眼线存在感很强 就往上调一下眼型 因为日杂妆它睫毛 就是一定要很漂亮 很太阳花 我先用了这个蓝胖子 给它一次机会 它不争气 然后我就换回了恋爱魔镜的这个睫毛膏 还得试它 你们看一下这个太阳化效果 最后选的是橘粉掉的 用一把小刷子在面中横扫出来 唇又是用这个杏黎乌龙色 它就是永远不会出错 日系装必备的颜色 这个妆的重点其实是这个3CE的后唇油 蛮好用的点一点点在颧骨 还有眉宫这里 鼻子 因为会反光 所以超级好看 就负味感很强 而且我还发现这个护唇油 上在底妆上 有点保湿的效果在 就是那个地方它就不会斑驳 不会起皮 不会卡粉 就蛮神奇的 湿发是用梳子沾水 然后把它梳一梳 带了一个比较闪的耳饰 我觉得这样日杂感会更强一些 然后这个护唇油 让我终于用了一次玻璃唇 好喜欢好喜欢 如果你喜欢这个妆容的话 可以试试看 那下次再见咯 拜拜